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人工智慧的 所以人工智慧模型里头 其实最重要的需要的专家是什么 很多人都以为是需要programmer 需要这个程式设计师 程式语言的人 不是 人工智慧发展过程当中 最需要的人才是数学家 数学家 因为所有的人工智慧模型 都是靠演算法建立起来的 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我在这里提到 如果大家看一下华为的任正非 在前一段时间 他曾经发表过一个演说 他就强调过一件事 中国大陆的人工智慧 如果要彻底地追上美国 我们必须补充大量的数学家 我们必须要全面地鼓励我们的孩子 去念数学 我们需要提升大家的数学水准 因为整个人工智慧发展的 尤其是大模型 大家看到所谓大模型算法岗位 大模型的算法 最关键的就是演算法 所以其实我后来在看到 华为有这样的一个招聘公告的时候 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对任正非来讲 他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在人工智慧的应用上 我个人认为已经超越美国了 可是在人工智慧 尤其是像大模型的演算法的研发上 他还需要更多的力量投入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 华为这一次愿意要用高薪的方法 去向全球招募人才 甚至像刚才张静老师说的 用高薪的方法吸引大家 愿意走向这个领域 各位知道 你需要数学家的人才的前提 你必须要让他知道 你念数学你可以得到高薪 这跟我们过去的想象是不太一样的 像台湾社会 念数学是冷门 等到大家有一些人发现 那些怪力怪气的数学家 各个都发大财的时候 大家就会念数学 对 你要知道变成培养一个数学 你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所以像华为做这件事情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以前大家当医生 都想当外科医生 当什么心脏外科医师 可是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想当整形科医师呢 因为整形科医师